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给大家讲一段历史故事 这段故事 是从一个传奇人物开始的 那这个传奇人物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 李文成 在这也问问大家 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吗 我估计身边原来同学什么的有叫这个名字呢 但说到有名的历史人物 我估计印象就模糊了 那好吧 就让我们说说这个传奇人物 和他所引起掀起的一段 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传奇 说起李文成这个名字 他本应该是大名鼎鼎才对 作为议和权开宗立派的首任掌门人 义和团的鼎祖 大陆课本上 所谓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先驱 世上却极少有人知道这位掌门兼鼎祖兼先驱 他到底姓甚名谁 这实在是很不像话 其实呢也不能怪别人 他自己也有责任 家务海战惨败那年 在天津 出了件邪事 修和道的民工从地底下挖出一块 古碑来 这古碑上边大部分的字迹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偏有20个字是清晰可变 是这么说的 叫这苦不算苦 二四加一五 红灯照满街 那时才叫苦 这称语什么意思呢 谁也不明白 这石碑就躺在地上是谁都来看 人群中就有这位李文成 李文成原本就是江湖中人 他的绰号叫天龙 贯穿一条大红灯笼裤 手下有一帮泼皮无赖 来无影去无踪 干的是无本的买卖 自打看过了这块石碑 老李就陷入到了沉思 关起门来他不见人了 几天过后他把弟兄们都给叫了过来 语气诚恳的告诉大家 说他其实不姓李 姓朱 他们家那是前朝的大明皇族 知道为什么爱穿大红灯笼裤吗 因为他的本名叫 朱红灯 大伙当时强忍的都不敢乐 都问这大哥 您到底想干嘛呀 袁李文成 献朱红灯 一脸严肃的宣布 他们的组织 从今天起正式命名为义和拳 最终的目的 那就是一统江湖号令天下 这大伙呢也是哄着他玩 听完了就问 您这么远大的理想怎么实现呢 从哪下手呢 这位朱红灯 豁然而起 一本正经的宣布 杀二毛子 所谓毛子 也就是大毛子 那都是养鬼的传教士 二毛子就是信徒 这都是中国的百姓 杀毛子惹祸 但杀二毛子 你养鬼都管不着 现在一切都算计好了 就等着二毛子送上门来了 结果还就真有人给送上门来了 有一山西人呢叫好和生 跑到山东的扇县 他开了家药铺 当地的老乡叫吕灯氏 经常上门来抓药 但你抓药就抓药吧 但这老吕没钱 没钱就赦 时间一长 这账欠的太多了 老好就找老吕要钱 没想到这老吕他还急了 老吕这么大脾气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加入了阳教 当时他就怒斥老好 我抓你的药 是代表上帝拯救你的灵魂 金钱乃万恶之手 你千万不要和上帝过不去 老吕一听这鼻子都气歪了 骂老吕是投靠养鬼子的匪人 这老吕也不客气 接老好的老底 骂他是白连教的妖人 这俩人骂着骂着 可就动上手就撕巴开了 最后被中人给劝开 这俩人还没完 还各发狠话 声言 这事没完 这边老吕是一口气跑到了教堂 说老好他侮辱上帝 大伙一听就急了 那边老好是飞奔到了白连教的总坛 向总教师曹德里哭诉了经过 并称那个老吕他辱骂王母娘娘 曹德里文言大怒 大伙也都急了 这回可就热闹了 两边在善县找了块清净地方 双方加起来有好几千人 一边是王母娘娘 一边是上帝 两边举着锄头奋叉就大站到了一处 著名的山东教案是正式爆发 双方大战的结果 由于王母娘娘这边更有群众基础 教堂上帝这边人少就吃了亏 这时候 大便宜手的就上场了 朱红灯的义和拳那早就等了半天了 这时是邪刺里杀了出来 专门四处是劫杀教众 被杀的二毛子有几千人之多 等于到了最后 王母娘娘和上帝是谁也没赢 义和拳反倒成了主角 一时是全民云集 声势浩大 名头 威震全国 接着那就是烧教堂了 接着连洋人大毛子也敢杀了 山东教案彻底就闹腾大了 朝廷一看这不管不行了 山东巡抚就开始抓人 朱红灯因为平时穿着那个大红灯笼裤 太过招摇显眼 很快就把他给抓了 巡抚一打听 原来这个老朱还是前朝余孽 老朱这会是使劲的解释 我那都是冒充的 但是没用了 政府还能抓错人吗 按着反清复明的罪 一刀就给宰了 这位李文成也叫朱红灯的历史使命 这时已经完成了 但他所开创的那个革命事业 现在已经停不住了 山东是彻底乱了 但是呢一物降一物 什么东西他都有对头都有天敌 袁世凯来了 袁大头是摆开他的北洋新军 正准备大杀一场 没想到朝廷是集传圣旨 说议和权扶清灭阳乃我大清忠心赤子 不许绞杀 伪令折斩 袁世凯看罢就当没这么回事 下令开杀 那底下人都犯愣啊 结果这大头一瞪牛眼说了 我让你们杀的是假议和权 大伙一听就都明白了 议和权号称刀枪不入 真的你打不死 打死的一定是假的 为了维护真议和权的名誉 我们一定要杀光假的 于是议和权的弟兄们就倒了大霉 劫后余生的凑到了一块 说山东这地面是不能带了 这帮人一咬牙一瞪眼说干脆我们进京 我们去闯北京 这下就轮到北京城 倒大霉了 1900年的6月 义和权是大规模进京 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官方的名称 义和团 团就是团链的意思 也就是民兵 这帮江湖各路沉渣 这时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官方身份 义和团果然是了得 进京的时候分为了三队 第一队 全是12岁以下的童子军 加起来有上万人 第二队全是由大脚丫子农村妇女 组成的红灯罩 也有几千人 最后那就是义和团的主力 当时前前后后 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都加起来 有几十万人之中 据刚子记事记载 义和团进京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先立威 而立威的手段 就是放火 只见当家大师兄念动咒语 然后把火把是抛向半空 落到谁家 谁就是二毛子 你还不许往外跑 出来就杀 还不许救火 谁救 谁就是二毛子 第二道立威的手段 就是八铁路拆电线 这帮老大认为 这都是洋人用来祸害我们中国的 于是那一夜之间 京师与外界的联系被彻底的切断 又成了一个孤岛 得这回行了 又改骑马了 又改回六百里加急了 第三招那就是杀洋人 攻打教堂 当时遇难的各地的主教有六人 教室修女85人 这都是洋人 另外呢还有近两万的二毛子 全都是中国人被他们给杀了 最后呢是数万团民 围攻西师库大教堂 和43个洋兵打了整整一个月 愣没打进去 愤怒的团民就跑到前门大师那儿 就开始放火泄愤 结果烧死二毛子数十人 最后这个大火失控 有近万家的居民被烧成了白地 一夜间 数万人丧命于大火 主要都是那些来不及跑的妇女和孩子 最后呢义和团他们杀进了皇宫 他们要取 一龙二虎的首级 义龙呢就是大汉奸光绪皇帝 当时光绪皇帝变完法以后 正在被在营台软禁 义和团要进去要宰他 说到那二虎 主要就是大汉奸李鸿章 和庆亲王义匡 那这时有人一定说了 都闹成这样了 这还是首都北京 就没人管了吗 有啊 闹到这个地步 义和团们的王母娘娘就出现了 她 就是慈禧太后 她就是这场群众运动的 总后台 你想啊 没有这位老太太点头 谁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自打当初老朱死后 义和团内部现在是山头林立 互不服气 互不同属 各有各的大师兄 但其中 最大的那个大师兄 就是大宅门电视剧里的那位 庄亲王 当朝王爷亲自兼任义和团的总团长 现在慈禧老太太看着天安门前那是群情汹涌 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本来挺精明的人 这时候也晕了 他竟然一口气和全世界最牛的列强 十一国 宣战 这位愤青老太太要一血前耻 带领着大清帝国挑战全世界 老太太要打世界大战 义和团民闻讯是欢声雷动 誓死拥护伟大领袖的英勇行动 但那十一国列强可就蒙了 特别是比利时 奥地利和意大利 心说我没招过你 没惹过你 怎么跟我宣战呢 剩下的那八国就更想不通了 于是八国组成联军 凑了那么两万多人 他们要进京问问这个老太太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义和团加起来有33万之众 加上守军11万 狂呼口号义愤填膺 那当然是不答应 结果八个联军到了北京城下 感到非常的紧张 他们心里也含糊 对方好几十万 那就是一人扔一块板砖 咱们也活不了 但令他们意外的是 不到五个小时 他们就占领了全北京 那些义和团杀自己人形 杀手无寸铁的人形 一听见枪声 早脚底板抹油了 就跟今天的那些愤青们一样 平时嚷着打这个灭那个 那都是流别人的血 真到他自己了 早大小便失禁 太后和皇帝也跑了 北京遭到了矿市的浩劫 薪酬条约签了 赔款4.5亿两白银 当时把全国都赔上也不够 最后是39年还清 算上利息 总共还了6个亿 把中国的血都抽尽 那有人问了那帮义和团呢 那帮小子跑哪去了 这史籍还真有交代 当时著名的红灯罩首领 黄连圣母 是个美女 最后呢被众团民逮住 献给了联军司令瓦德西 用来换哥几个的一条生路 这位美女后来下落不明 很多红灯罩的姐妹 后来又回到了妓院上班 据说赚了养鬼子好多钱 也算是为国人弄回点银子来吧 著名的领导人大师兄张德成 后来也被弟兄们找到 这时这位老张 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巨妇 但老张那是要钱不要命 一毛不拔 最后被砍成了肉泥 钱也被抢 灿光 另一个领导人叫曹福田 被手下的弟兄们给绑了 卖给了洋人 洋人呢又转手加价卖给了官府 官府将其凌迟处死 就这样 一场有中国特色的 以爱国为名义的 红红火火的义和团运动 在被各方反复利用 闯下了他天大祸之后 烟消云散了 但我们心里都知道 这个义和团的精神 他是不会死的 他始终在神州大地 游荡 比如在一甲子之后 他的徒子徒孙们 又再次进京 又折腾了一把 不过这次呢 他们保的不是王母娘娘 而是红太阳玉皇大地 北京城乃至全国 是又经过了一次浩劫 又倒了一次大霉 没办法 这东西呢 他好像深藏在我们的民族性格里 他会陪伴着我们 一代代的传下去